第八百四十九集 毕竟跟他有过节的直视村政 至于历史上的问题 历史会有定论 不能因为一个清华就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 我感觉你有点过了啊 这沃国人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再说了 你不去沃国找双双了吗 唐冰说 我知道了 你对他说 我明天就跟着他一起去沃国 叶好轩说 好 唐冰点头便挂断了电话 片刻以后唐冰又打来了 他有些无奈地说 港野花木不相信唐冰的话 他愣说 除非要叶好轩亲口对他说 爱信不信 不信的话就让他跪着好了 叶好轩有些无语的说完 这货真的就是一根筋 他就不懂得变通一点吗 薛家 在薛定宇的居所里 有一个小型的巨灵阵法 这个阵法可以汲取天地灵气 而庙会寄居在那朵白莲 正放在镇眼的地方 以便于他能够汲取到更多的天地灵气 经过这些天来的天地灵气的滋养 庙会已经完全的可以凝化出人形了 但是他的魂体还是有些弱 不能离开白莲太久 也许在过些日子 他就能完全地脱离白莲了 或许再有一个契机 他便可以重生 只是这个契机很渺茫 叶好轩来到这里的时候 薛定宇刚刚把白莲 从阳台上放到镇眼的地方 用他的话说 白莲需要阳光的滋养的 他是需要浇水的 不然的话白莲会枯萎 叶好轩说 我知道 可是我总觉得 这是妙会本体 给他浇水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薛定宇有些迟疑地说 再说了 他能接受把水往他身上淋吗 不接受也得接受 难道你就看着他枯萎 或许过些日子 他的魂体 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一些的时候 等他可以完全彻底地 脱离白莲花的时候 那时候就不用浇水了 叶好轩拿过窗子间的 一个水壶 为妙会浇了些水 真希望他能快点出来 薛定宇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 迟早有一天他会出来的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他放下水壶道 这些天还好吗 还好 国内的形势已经稳定了 各地养生善方 已经走上正轨 我打算下一步 开往国外去 薛定宇说 也不用太着急 注意休息 叶好轩说 我会的 薛定宇微微一笑 他认真地看着叶好轩说 你是不是要出眼门了 你怎么知道 叶好轩愣来愣道 我觉得 你像是来向我道别的 薛定宇微微一笑 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我是不是太聪明了 你的确是太聪明了 叶好轩苦笑 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声 这不是乱叫出来的 薛定宇的确 有异于常人的思维 父子的话 他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养生善方 开到整个华下 他确实是有过人之处的 唉 太聪明的女人 不讨人喜欢 薛定宇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 谁说的 冰雪聪明的女孩 最讨人喜欢了 叶好轩笑了笑 他谈了一下白脸上的叶子 然后微微笑道 妙慧 你说呢 一团白舞缓缓的同情 在半空中凝化成妙慧的模样 经过这些天天地灵气的滋养 她的模样越发地显得逼真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她只是一团薄薄的雾气 但是现在她俨然 已经是一张人脸 只是那张面孔 微微地有些透明 看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 不真实感觉 妙慧向叶好轩 做出了一个抗议的表情 似乎对于她的这种行为 相当地不满意 看 又惹我们家妙慧生气了 薛听雨翻了叶好轩一眼 我是说她聪明伶俐 活泼可爱的 叶好轩笑道 看这样子 过不了多久 她应该能完全凝化出人形了吧 薛听雨高兴地看着妙慧说 半年左右吧 到时候我再想办法 让她彻底地脱离这朵白脸 虽然她是魂体 但是我去找玄机那老东西 她可能会有办法 让妙慧以魂体的形态生活 跟正常人一样 只是不能长大 叶好轩说 能让她出来就好 慢慢来吧 我相信 妙慧一定会有更好的机遇的 薛听雨说 京城那边应该没有什么大事了 我这次可能要去一段时间 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叶好轩说 你要去哪里啊 瑞典 美国 薛听雨说 窝国 窝国 薛听雨倒是吃了一惊 她有些诧异地问道 怎么会去那里啊 貌似那个地方 不算太安全吧 老对手的老巢 就是在那里的 不过这次的情况有些特殊 我国面临一些问题 以他们现在的医疗手段 是无法解决的 恰好前几天的中医交流会 让全世界的目光都注意到了中医 所以 窝国这一次 致命点心地要我 叶好选苦笑的 原来这样 薛听雨 沉引地一下道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养生善方 先从窝国以切入点 因为窝国和我们的文化有些相似 虽然饮食习惯不一样 但是我想 他们比别的地方 更能容易地接收要善一点 不 你不能去 那里现在是特殊的时期 叶好选摇摇头 村政不除 他是不允许薛听雨去窝国的 太危险了 你都去了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薛听雨笑道 听我的就是了 你哥呢 叶好宣问 和妙善一起出去了 薛听雨的神色有些怪异 他似乎找到了喜欢的人 不过 妙善什么时候回去 我不确定 我现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他 没事 关于妙善的事情 我对他说过 他喜欢就让他追去呗 三贤惯得道姑出门历练 原本就不是短时间的 有些人甚至在外面结婚生子 过了大半辈子 到老的时候方才动物 这才回到道观继续修行 人生不过就是几十年的光景 参不参得透 又有何妨的 叶好选笑道 原来是这样 薛听雨微微地点点头 他有些不放心地说 我是怕我哥陷得太深了 到时候他又执意要回去 那样的话 对我哥还是有点残忍 你还是太低估你哥了 说到追女人 他不比任何人差 只是他以前没有认真地 追过一个人罢了 叶好选手 那我就放心了 薛听雨微微地一笑 当叶好选回到曙光医院的时候 他果然发现港野花木 依然在那里直挺挺地跪着 这让叶好选感觉到十分的无语 看看时间 自己从上午离开医院 到下午已经有八个小时了 在这八个小时的时间里 这伙竟然一直跪在当场 没有动过 叶好选有些感慨 我国人要真的叫起这来 那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的 叶君 你考虑清楚了吗 叶杆花木说话的声音都在打颤 看得出来这伙 在这八个小时里滴水未尽 你这是何必呢 叶好选皱着眉头道 这是天皇交给我的任务 我一定要完成 而且这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如果弯不成 我只有切服一些天皇 港野花木说 我不是让人告诉你了 我明天就启程随你去窝国 不仅仅是为你们解决麻烦 而且也是顺带着把中医带过去 我已经选好了十一名中医 跟随我一起去 一方面进行中医交流 一方面解决你们的事情 叶好选说 谢谢叶君 我代表我们大和民族 向你支谢 港野花木大喜 他向叶好选重重的一点头 但是我所说的条件 你得尽快地落实 叶好选说 是的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落实的 叶君 请放心 港野花木连连点头 安排好了一切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叶好选 点了十一名中医随行 这里 有唐昭和唐靖 以及几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中医 这一次的中医交流会 举办得非常成功 整个医学界的目光 在这段时间内 几乎全部都对准了华夏 这次来华夏交流的各国医学 几乎全部与华夏方面签署了 中医引进的计划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将会有一大批 来自各国的顶尖的医学人才 来到华夏进行中医基础培训 而作为中医发扬发起人的叶好轩 也将会带领一个由出色中医组成的中医团队 游走世界各地 让那些国家的人民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中医 既然窝国求上门来 那就以窝国为跳板 先把中医带到窝国 这样让其他的国家接受中医 就更加的容易一点了 毕竟窝国的医学还是相当的发达的 他们都接受了 别的国家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叶好轩这一次的任务不简单 首先得为窝国解决现有的麻烦 再者要带领中医团队在窝国寻走疫症 维持中医的形象 再者还要弄清楚村政左府 到底窝在哪个角落里面 所以总体来说 他们这一次的任务不简单 甚至还有些凶险 叶好轩得做好万全的打算才行 要带什么人去 要保证中医团队的安全 谁知道被通缉以后的村政首脑 会不会对中医团队下手 连他们的主子 医品夫人都杀了 村政左府现在已经变得丧心病狂了 确定了16名老中医的名额 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之后 叶好轩才算是送了一口气 他坐上车 黑子把他送到了父母住的地方 吃饭了没有 没有的话 微波炉里咬 我去给你热一下 难得见到儿子这么晚了 还回来坐坐 刘云显得相当的高兴 不用了妈 我刚吃过了 我来看看你和爸 叶好轩笑了笑 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了 叶清晨摘下了眼睛 放下了手中的报纸说 明天打算去窝国了 叶好轩说 这才在京城待几天 又要走了吗 刘云愣了愣 他有些舍不得儿子 尤其是上一次叶好轩经历的重重危险 他更是不乐意 让叶好轩再跑那么远了 嗯 这次是有任务的 叶好轩说 决定了 叶清晨笑道 决定了 今天天宫的首长找我了 对我说了一番话 医术不分国籍 所以我也不为难那些小鬼子了 叶好轩说道 那就好啊 也只有这样 才不失为一个大忍者的风度 你现在的身份不一般呢 如果说中医一旦走向世界 那你将功不可没 将来可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不能因为历史的原因 而带着有色的眼睛看人 你曾经说过 大医医国 小医医人 不管是医人还是医国 你都需要以平常心对待 也只有那样 才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者 叶清晨说 爸 我知道 你放心 我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也清楚 该去怎么做 叶好轩微微一笑道 哈哈哈哈 那就好啊 来 喝一杯吧 祝你明天 一路顺风 叶清晨开了一瓶红酒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刘云站起来 走到外面去开门 开门的时候 她微微的一愣 随即惊喜地笑道 若曦 是你啊 快 请进 周然见到未来的儿媳妇 刘云也是高兴得很 她请陈若曦坐下 又是倒茶 又是拿点心的 抓着陈若曦的手 嘘寒问暖 这一目弄的陈若曦 极不自在 号称京城两朵金花之一的 她竟然脸红了 她红着脸说 阿姨 你这样对我 真的有些见外了 哈哈哈哈 哪里见外了 马上都是一家人了 叶清晨笑了笑 伯父 我平时比较忙 没时间来看你们两人 真是不好意思 我该多来坐坐的 陈若曦说 没事 若曦 工作要紧 刘云笑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叶浩轩对陈若曦的 突然来到 感觉到有些奇怪 我要跟你一起去窝国 随行的有特勤局的数人 我们这一次 是以私人私密的身份去的 陈若曦说 你也要去窝国 叶浩轩的神色变了变 他摇头道 我不同意 我是你上司 我去哪里 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吗 陈若曦说 那也不行 现在村政家族的人 已经被窝国的政府通缉 但是他们的据点很隐秘 连窝国的政府都不清楚在哪里 而你的身份又比较敏感 我想你的名字 早就在窝国的情报部门 暗头上摆在那呢 你现在过去 不是挑通他们的神经吗 况且这次我们在明 村政家族在暗 危险性未知 所以我不允许你去 叶浩轩严肃地说 正是因为危险 所以我才决定要跟你一起去 我不想再看到 你有和上一次雪山之行 相同的经历 陈若曦说 若曦 叶浩轩叹道 你不能任性 我这不是任性 陈若曦摇摇头 看到这两口子的情绪有些不对 刘云不明白情况 他不愿地对叶浩轩说 若曦想去就去吧 不就是出趟国吗 就当跟你一起出去玩玩了 妈 你不了解情况 叶浩轩苦笑道 我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 你的毛病我还不知道 我告诉你 去我国最好安分点 否则的话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刘云说 这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叶浩轩表示相当的无语 浩轩 让若曦跟着去吧 好歹也有个照应 你这一次去我国的任务 也比较重 叶庆尘也发话了 爸 叶浩轩感觉自己被孤立了 这未来的儿媳妇身份 果然不是盖的 这还没进门呢 自己的父母 倒像陈若曦这边了 不用说了 服从命令 我是你上司 陈若曦再次强调 然后她想了想到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跟另外几位道个别 不过送行就别去了 这次任务很严肃 叶浩轩用有些郁闷的眼神 看着陈若曦 心想这个女人 哪根筋不对了 第二天 叶浩轩和港野花木 一起抵达了京城的机场 陈若曦是属于情报部门的 她的身份 对于窝国的情报部门来说 那是相当的敏感 所以她没有和叶浩轩一起 她晚点乘坐另外一架飞机 飞去窝国 在飞机上经历了 三个小时的飞行 叶浩轩总算是 达到了东京机场 下飞机的那一瞬间 她不由地愣了愣 只见机场其他的飞机被清空 机场内有自卫队戒严 机舱下面铺着长长的地毯 地毯的两侧 有着身穿制服的乐队奏乐 机场外围 是有很多的 窝国的普通民众 他们举着采气和横幅 上面大多数都是一些 欢迎医生来窝 大和民族表示热烈欢迎的标语 而且窝国当局派遣了数名身份 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人前来迎接 这次为了迎接叶浩轩 窝国执行的迎接标准还算不错 因为前不久在京城举行的中医交流会的原因 所以说叶浩轩红遍了大半个地球 对于他用中医治疗绝症的视频 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他的到来对窝国的医疗来说 那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所以窝国的民众自行到机场 尽情欢迎 以示对中医的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